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诉在一审判决是无罪 二审在昨天判决形成了大逆转 被判为有罪 那刑期内容是判刑四个月 有刑刑四个月得以一颗罚金 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宪政国家 这个判决对我们国家的法治 以及政治上面 未来会有什么样重大声援的影响 我们先邀请五位来宾 跟我们就这一题做深入浅出的分析 第一位是全国备害人权服务协会的 副理事长刘成武 总兄 主张 第二位是ET Today副总编辑苏慧荣 各位好 第三位是台北市议员参选人游淑慧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好 知识媒体人胡孝成 大家好 王世奇 大家好 我们之前我们先进一段相关的新闻画面 中央民国未来总统 他的权限不应该受到限制 因此我一定要去厘清这个问题 我一定会上诉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 高院二审判决的结果 这个判决跟先前三个相关判决的结果认定不一样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 这个案子是一宗宪法诉讼 我争取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权益 也包括中央民国未来总统 他的权限不应该受到限制 因此我一定要去厘清这个问题 我一定会上诉 好 回到现场 我想今天的讨论 当然一定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上面的 一些所谓立场论 但是更重要是做个法治国家 在法律上面 他到底能够有没有一个比较 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呢 法超是一个专业法律人的一个网站 叫Follow 跟着法律走 法律是远离激情的理性 希望今天所有的云友们都能够抛开 你在政治上面的激情 用一个法治的理性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个人最喜欢用这个角度 来探讨一些无解的政治议题 这是德国一个非常有名 很年轻就逝世的一个纪录片导演 叫Faspinda 他说对于不能改变的事实 我们越要把他的真相说清楚 所以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把真相说清楚 OK 那几个重要的意见领袖 对这个判决都有第一手的回应 二审改判有罪 马办的发言人 这个徐晓星说 陈思梦造成寒蝉效应 他也是说马总统说会上述到底 对于马英九逆转遭判刑有期徒刑 徐晓星表示 对于高等法院的判决结果非常遗憾 他也担心监察委员陈思梦 上任前宣示要查办审理马案 以及伴律不伴然的法官 是否已经在法界造成寒蝉效应 另外一个当事者是马英九 遭判刑四个月 前刑队长将一话说 他有股难以形容的悲愤与难过 OK 那民进党的部分 柯建民柯总召说 弄权一时七两万股 马前总统你应该就认罪了 留给你对台湾最后的尊重 那黄国昌说已经是轻判了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这个陈武兄 这个整个的相关的法律见解里面 有几个很重要的概念 要麻烦您来做说文解制 第一个叫什么叫通讯保障及监察法 为什么马总统会在这个法律上面 被判了刑 简单的说民法195条就人格权 以及人权两公约的前沿 就天赋人权里面的 所谓的人格尊严权 里面创造了四样东西 譬如第一个你的姓名 我的姓名 各知 第二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 你本身的名誉 还有隐私 这一些都是眼睛看不到 但很容易被人家易用 一句话就有了 OK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肖像 像这一些足以辨别 你特别身份的 影响到你的人格尊严 或社会形象的东西 不能够不经过别人同意之下 你就擅自使用 除非你是公共利益等等使用 所以个人资料保护法 特别就这个部分有说到 在16条有八个免责条款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本案不符合 最大的原因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判决书也都交代得很清楚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是他有到达所谓的 主缺违法的程度吗 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所说 实质违法性是有的 为什么会有 因为当你在使用 譬如林秀涛的出国日本的 的隐私资料时 请问你要不要问他一下 没有 要吧 应该要 因为我出国日本你干嘛引用呢 是 是不是 那再来你要引用这整个的 通讯保障监察法29条 也有三款免责事由 包括所谓侦查的监听内容 都要受 免责事由 譬如我现在就算要监听你的电话 前提是 我可以打电话问你 我昨天是不是被你剪撕 要不然我怎么下体痛痛的 那你 我最好前面先问你了嘛 因为我的声音在里面 之后你回答 对不起啊 金虫充老 所以我错了 那我就把你当证据嘛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才抠 我没有经过你同意 但是如果要听你跟别人的 我的声音在里面 你一定要经过他同意嘛 OK 这是基本的尊重嘛 是 所以这种尊重的 严格的遵守 就是尊严 那黄世民说 我做一个检察总长 我在做犯罪的征访跟调查 这个部分难道 再说一次 犯罪征访的调查 必须透过由刑法 的构成要件 OK 里面 里面 除非你能证明 里面确实有故意过失等等 但后来你是往牵结方向走啊 第二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后来你是拿给总统啊 假设有一天 我办原住民贩卖你的案子 很有名 我看到了王金平是里面的嫖客 我可以拿去给总统 既讨好总统 又求官 甚至书成投靠 王金平是嫖客 可以用吗 不能吧 当然不能用嘛 这个是基本功啊 你怎么拿去给他了呢 我认为在这个部分 包括检察总长 黄前总长 包括马前总统 都犯了法律人基本功 不应该犯的错误 392号大法官会议 解释理由书 也特别告诉我们 倒数第二段说什么 检察官有预审法官的性质啊 所以才会进入到 为什么没有把它拔掉 司法官的性格 认为他是实质上的司法机关 理由在此啊 你有预审耶 因为台湾没有预审法官啊 所以这个时候才会有一个检察官做预审制啊 帮法官整理了这些混乱的社会事实 变成法律要件的事实啊 是不是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你怎么会自己 而且325号大方检视也说了 除了检察一体的拘束之外 因为你已经是检察总长了 你本来就要独立行使任何职权啊 那你的独立行使职权 你还需要去跟总统投靠报告 所以这个部分都已经是进入到 足以侵害别人的法议 而有违法性 之后你又不符合权益平衡原则 所以你有没有经过别人同意下 你就擅自使用 而且是使用给跟本案的侦办无关之人 因为总统没有侦办权啊 所以您会不会大胆的推测说 那个时候的黄世民总长 已经在揣摩马前总统 是否即将或许会对 这个王前院长柯建民总召 发动所谓政治的攻防 所以我就顺这个方便给你看 我举个例子吧 您的新政上面会有这个规论吗 我认为开枪的人是黄总长 是 之后呢 子弹发出去是总统 是 所以提供弹药的是黄总长 开枪的是马总统 所以 不是 开子弹飞出去是总统 OK 所以我认为总统的行政特权 以及最后会打到王金平 这都在总长当时的犯罪计划中 OK 所以您认为 对了 后来黄世民前总长 在判刑确定之后 他也没有在军上 他也就认了 认了 OK 你认为他应该知道他犯了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可以看民事也判赔给林秀涛讲官应有的十万元 理由就是因为这就是没经过他的同意啊 你上次就开了枪 那当然用了所谓的你说的好主缺责任 我们来看一下马英九总统当时的身份 他拥有总统的最高资源 他一定有最高资讯权 他要去查证有什么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纵然误信好了 误信你不犯罪 误信你不犯罪 这时候我们知道刑法16条 因为资讯不对称 第一时间被皇前总长 我都用骗了好了 不好意思用这两个字 但您认为马总统拥有这么大的行政权利 甚至有专业的法律博士 法律系教授的数量 你应该去做多方的查证 查证你太急了 所以本案的错就是明令自昏 我们不要说历啦 历令自昏 自昏 所以你为了历史定位等等 让我认为你这件事情就太急了 急了什么 你就有期待可能性嘛 所以你没有到达无期待可能性的责任规范免责理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会认为 你这个时候又在事后说 这叫做五院协调权 不好意思 你从头到尾没有找其他院来 你有把司法院找来吗 研究一下这个有没有其他论 没有啊 你没有找这些有独立审判机关的人来啊 或者这些人都没有来啊 也没有开任何的座谈会啊 也没有所谓实质协调院计纠纷的刑事发生 那只是事后拿你自己的权限作为借口 所以包括吴景清老师也说 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事实上并没有很明显的所谓 怨记纠纷存在 所以您主张的 主确违法说完了 并没有用的空间 但是主确责任就是刑法十六条 它有三段 有正当理由而无法避免 去用原住民拿猎枪去打猕猴 结果二省判有罪 对不对 两年六个月 结果三省自己抓下来 直接凯判无罪 因为你总统之尊不是原住民 对 他是他的固有文化 所以他会误认 所以无从避免 所以他无期待可能性 你总统之尊 你本身有避免可能性 而且下一个 都有正当理由 你的正当理由是什么呢 你也知道这个案子 你不是征办人 你也做过法务部长 不介入个案 不介入个案资讯 这个是当初的 一个非常大的红线跟底线 怎么连这个线都忘记了呢 OK 好 这个副总编辑 非常欢迎您 OK 您有过去非常资深的 所谓司法记者 OK 在这次一审判决 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无罪 这个吴越法官 他说因为总统行使 这个所谓愿记的调解权 所以他拥有所谓 主却违法的这个理由 那您看一审的法官这个判决 到二审这个逆转 有人说是不是 因为法官的所谓立场 颜色不同 还是根本不是 他纯粹就是一个法律官 因为到目前为止 马前总统 他个人以及他的律师 并没有就整个情势里面 所有的相关事实提出否认 所以他在争辩的只是说 事实的法律见解的部分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要先看 这个到底是一个宪法诉讼 还是一个一般刑事法案 刑事判刑事法律的一个诉讼 所以马英九很清楚 在刑事法律的部分 他是比较弱的 因为他确实泄露了个资 也确实把监听资料 给泄出去了 给了江一华 也给了罗志强 让他们知道 因为这是在一个刑事侦查中的案件 刑事侦查中的案件 当然是不能泄露 这是必 最基本的道理 这是刑法规定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在刑事犯罪上面 你是应该是已经符合构成要件 所以刚才刘简已经有说过 他已经是一个刑事违法 我想这部分是比较没有争议的 但是你要如何打这个诉讼 马英九的律师团当然很明白 在刑事步伐上他们是弱的 他们是吃亏的 所以他必须要拉高层次到宪法诉讼 所以提出了宪法第44条 院纪调节权 那宪法第44条就规定了 所谓的院纪调节权呢 是指是说院与院之间 我们有五院 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的时候 你总统可以出来 出来邀及院长 发生争执的院长 然后互相来协商解决这个争执 那本案到底有没有 院与院之间 五院之间 院与院之间 有没有发生争执 所以就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探讨 你认为有没有 我们现在不能去直接回答 有没有 一审法院显然裁认了 认为马英九总统 他基于总统之尊 他认为他 宪法第44条是赋予总统 这样的一个院纪调节权 所以一审法院采认了 他在处理政见争议上面 是有院纪调节权 可是到了二审法院高院 完全不采 那不采的原因何在 昨天法官有出来说明 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属于 院纪调节权 争执 有没有院与院之间看不出来 因为到底它是不是一个官说 还有待疑虑 官说是不是未来 它是要走行政体制去解决 还不清楚 所以必须要 你到底是不是院与院之间的争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看不出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它是不是属于宪法层次上的问题 也看不出来 所以马英九律师坛也提到 就是说那是不是属于 总统的一个国家机密特权 可是我们看看 大法官解释第627号 这算不算是总统的国家机密特权 627号的所谓的 这个国家总统的国家机密特权 行政首长的国家机密特权 因为我们现在把总统 也可以视为一个行政首长 最高的行政首长 那修宪之后 他的定义上 已经趋向于行政首长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有没有一个国家机密特权 在大法官627号试试 国家安全 国防 外交 这种情况下 是足以影响到国家的一个 安全的情况之下 你才有所谓的国家 你才有所谓的最高首长的一个 国家机密特权 这时候你可以拒绝把资料公开 你可以直接要取用 为了国家安全 国防需要等等 所以那本案官说 疑似官说 但这是不是官说 我们都还有待再去调查 那这算不算国家安全 显然不是 所以在大法官解释下 所以二审法官就比较采取 另外一种法律观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二审法官当然是认定是说 他不算是宪法层次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争执 也就没有所谓的宪法四条 怨记之间的一个争执 或者是你总统这个时候 你既然没有怨记争执 哪来的一个怨记调解权呢 所以本案不适用 所以才会判他有罪 那就要回到刑法的层次 判他有罪 那为什么要判他有罪呢 我们刚才有提到 这个案子最大的争执监听 把监听资料卸出去 有没有违法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 通讯保障监察法 然后另外呢 又有个资法 那本案呢 因为是属于刑事案件 侦查当中 因为当时特征组 正在侦查这件案件 那侦查案件 当时候是最主要是起源于 是高院法官 那时候一个集体收贿案 要办那个一个 其中有一位法官叫陈荣和 因为在他的办公室 收到90万的现金 那要查说这90万的现金 是不是是汇款来源 所以因此而衍生出来要监听 然后于是那时候 听出一个案外案就对 特征组检察官 因此来申请监听票 监听票监听了一大串人 那柯建民就是其中一位了 那因此而监听到了 柯建民在跟曾永夫 和跟王前院长 对王前院长的一个对话记录 那为什么会再扯到 我觉得这件案子 还要再关注的一点 就是说他的标的是什么 除了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陈荣和的一个财产来源 不明的这一部分 或者是柯委员柯建民的 一个监听资料之外 另外当时的承办的柯建民 这个高检署的检察官 林秀涛就承办柯建民 这个全民电通案 这件全民电通 是高院更衣审判 柯建民无罪 然后柯建民希望不要再上诉 而因此找了高检署检察长 陈守皇 还有法务部长曾永夫 希望表达这个意愿 然后后来曾永夫和陈守皇 后来有找了高检署 承办检察官林秀涛来问 那林秀涛他也顺其意 后来他自己也没有上诉了 但是林秀涛因为这样子而被监听 所以他跟他女儿之间的一个对话过程 还有跟他其他的家人 全部被监听 那也因此特征组在有约谈了林秀涛 来询问他一些状况 就在102年8月31号 特征组问完林秀涛的时候 再把黄世民总长 再把这些监听资料 也就带到了总统府官邸 那所以这个案子 我刚才在讲标的 标的是什么 有包含林秀涛的监听资料 柯建民的监听资料 还有陈荣和的监听资料 还有陈荣和他是不是不法收贵的 不法收贵的一些案件资料 那另外呢还有特征组正在 9月6号即将要召开记者会 说明这个一个官说的 整个的一些事实资料 这些资料都拿出来了 都给了马英九总统 那马总统呢 也都后来再给了江一化 跟罗志强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泄密关系 所以这里面的资料 像是包罗太广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 所以不是一个很精准的说 我给你哪一块 是通通都给你 所以刚才我们刚才说过 马总统他打的诉讼是拉高到 宪法诉讼的层次 因为他知道刑法的部分 他明显有弱势 但是回到我们在一般的刑事侦查来看 确实是泄密 好 你愿意把你的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人愿意 把自己跟家人之间 所有的对话资料 完全监听资料 那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 所以回到问题的本质是在这里 那今天如果你有司法公正罪 或是有其他的罪名去办的话 那你这个事情就交由行政体系 或是交由司法体系去办 而不是由总统你可以这样任意的 我们过去邀请过新党副主席李胜峰 李仙恩 那李仙恩我后来 我昨天看到政论节目讲 我突然想到说 对 他以前特别写过一本书 就这个案来龙去做调查 他里面有讲到几个 很重要的一些观点 他有讲到说 在第一时间 他说这个黄世民总长 去见马总统的时候 他那时候跟马前总统讲说 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可是隔天 他从内部之下去看 他说黄世民回去之后 就改成什么 行政为师 他也认为说 黄世民认为说 他跟总统包含这件事情 轻率 他可能让他自己 也可能会让马前总统 都陷入法律的纠纷里面 所以他回去的隔天之后 他就改了 我想这个是盛锋老师 公开在电视上面讲的 那我对李盛锋老师 他当然是个蓝宁出身的 可是在这议题上面 他可能跟当场几位蓝宁的朋友们 显然意见是不同的 所以我想这部分 就资讯的对称性我们提出来 所以我看您回应这个问题 这个马英九招判 图形四个月 将一化由古难以形容的 愤怒与难过 那江前院长里面说法说 将一化说明 马英九是否泄漏 刑事机密的关键 在于黄世民如何向他报告 当时却听到马英九强调 黄世民称此事已经侦查完毕 特征主认为并无刑事不法 而是行政不法 所以到底是刑事不法 还是行政不法 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当然不能是刑事不法 刑事不法那还得了 那为什么有什么样的力量去支持他 说这是一个行政不法 李生锋老师昨天提出一个观念 他说如果是行政不法 他说蒙古城该更该打屁股 他说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专家 在跟法务部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要向总统报告的话 不应该就个案内容去报告 应该是建议总统未来处理的方向是什么 他们也提出两个建议 可是马总统都没有采用 第一个他认为要透过行政院行文给立法院 请你们立法院内部 就立法委员的纪律去做调查 那不可以这样 你们姻姻中大家在那儿 电话滑来滑去的 说这个有没有 第二个部分是认为说 请监察院揭入调查 他说应该走这个才叫做行政不法 你如果认为是行政不法 就走行政不法处理的方式 结果你嘴巴讲说不是刑事不法 是行政不法 结果你处理的却是什么 政治的手法 他说这真的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您的回应是怎么样 我想昨天巧新有提到说 在去106年10月11号 同样是高等法院 对于柯建敏的致述 提起那个泄密罪 也有一个判决 那个判决是判决无罪确定 马总统无罪确定 里面其实是比较详细的去叙述 有关于总统跟行政院长的职权 还有国内现实的实际的行政运作状况 因为我过去长期是在市政府是在公务部门 我跟大家举两个例子 或许大家就比较可以理解说 有一些相同之处 今天一个台北市长 他知道有一个台北市议员 跟市府的任何一个局处首长 进行官说的时候 请问政风处长知道这件事 他要不要报告市长 他要报告 他报告市长以后 市长可不可以找秘书长 副市长来讨论这件事情 了解说这一个局长 到底有没有因为这个官说 而变更他的行政作为 他该不该做 他该做 如果这个市长觉得这个局处首长 真的有接受官说 或是这个民意代表的 官说的行为是重大 他可不可以开记者会来说明这件事情 我想社会对于行政首长 是有这样的期待 你不能够知情不报 或者是说 把抗抗起来不要说 我们私下看去怎么处理 要不然这会影响市府团队的声誉 我想这是一个例子 好 第二个例子是 假设今天国防部提了一个机密计划 军事机密计划 跟蔡英文总统报告 蔡英文总统能不能找 他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还有行政院赖清德 一起来评估这件事情 他也是根据一份机密文件 难道找了这两个人来讨论 就变成泄漏国防机密罪吗 这是我在公务体系里面运作 我不能理解的 那我今天也把判决的主文看完了 他其中有一点 他提到说 他为什么认为说 马英九是泄密罪 因为他认为江仪华跟罗志强 跟这件事情是没有相关的 他没有权窒息这些事情 所以马英九告诉了这两个人 自属泄密 但是江仪华跟罗志强 真的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 职权上没有关系吗 我们一直 因为他里面提到国会自治 说柯建民是立法委员 他官说这个行为 应该回到国会去自治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他官说的对象 被官说的对象叫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是谁的下属 法务部长当然是院长的下属 我的下属被官说了 我不能够知道 总统知道这件事 他不告诉我 这个是大家会觉得 常理是不通的 为什么江仪华是无权之道呢 这是不可能的 再来就是罗志强 他当时是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也就是他也是公务体系的议员 他是总统的幕僚主管 他在研究 总统不可能一个人做事 他都不告诉幕僚 要不然告诉幕僚 都是泄露国家机密 我们知道总统知道的 都是国家机密啊 那他告诉他的幕僚 就叫泄露国家机密 那这还得了 再来就是刚刚提到 各支泄露的问题 不管是去年的高院的调查 或者是昨天的高院 里面其实都有写到就是 黄世民是把完整的专案报告 交给了总统 里面确实是有通联记录 跟个资等等 但是总统是用口述的来告诉 江仪华跟罗志强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份资料 就是copy两份交给这两位 所以里面就清清楚楚记载了 我说了什么 我的个资是什么 我通联记录 这两份里面都有提到这一点 他是没有把完整的专案报告 在copy交出去 所以他有没有泄露这些通联个资 还有侦查中间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这两份高院的说明 其实都有说明说 他是用口头讲 大概的事情经过概要 是OK 回到刘简这边 用口头说明 我没有copy算不算泄密 作为一个行政首长 OK 我的官员跟明代不清不错 我连问都不能问 我连了解一下不能了解 侦查笔录的内容也在告知范围 什么意思你在讲 意思就是林秀涛当时不上述的侦查笔录的内容也在告知范围 而且对公权力的瑕疵 报纸缺一角可以看可以用 但公权力的瑕疵就是被统治者的灾难 这时候你当然用电子显微镜看他 被统治者用物镜看他 这因为台湾不可以再创造下一个月飞 也就是说您认为特别对于总统 这么大的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你应该用电子显微镜去看 你不能有任何瑕疵 那苏惠刚才讲说 假设以市政府这个情况来讲 比如说我的北农总经理 总长行使的是司法权 所以我刚刚说过 而且你是预审法官的性质的司法权 而且你是最高的家长 大家长 你不是行使政风权 所以您认为检查总长跟书惠 举例中的那个所谓 政风式的主任概念不一样 行政有一体性 司法有独立性 所以大法官会议节 530 392 325 全部都告诉你了 检查总长的独立性 所以为什么检查总长跟总统 因为我们发现这两个有时候会肿起来 所以就是肿 所以要任期要错开 因为我本身就是检查官改革协议 85年的成立的发起来之一 所以这个错开的原因就是 总统不是用可以指挥总长的 总长不能把总统当作提名我的老板 去服务他就对了 最后是像民意负责 是立法院通过 所以你才会独立执行使 就像大法官一样的 所以你认为黄总长的独立性 在这个个案当中明显有瑕疵 当然有啊 因为司法权跟行政权是权力分立 633号大法官解释 理由书第二段 特别告诉我们 最高的宪法原则就是权力分立 实质制衡 而不是变成了一体性 对 陈总统 那刚才署委提到说 那得到一些某些所谓机密资讯 我连我的幕僚都不能讨论一下吗 那怎么办 这个总统那个脑袋 哪能够判断这么多事情 应同意这个说法吗 不可以把它当成幕僚 因为总长不是你的幕僚 那罗志强呢 罗志强能讲一话 当然你把他请来 要跟他报告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不是去泄露侦查笔录 不是去泄露林秀涛 他出国去日本的这段时间 所以他回来没有上诉 你怎么就这个笔录 以及他里面的出国 这些个资全部讲了呢 所以这一些都要节制 公权力的节制才有天赋人权 每个人民为什么变成天子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天子 每个人都是天子 这就是天赋人权 要不然这是你自己签署的 98年2月21号 自己签署的那个 人权两公月 这是马英九总统签署的 我补充一段 就是我记得当时的检察官 在问马英九的时候说 那你干嘛去跟 罗志强跟江英文化讲呢 他就说因为这个东西牵涉到 可能要内阁改组人士上面的 可能要换 所以他必须要找他们 来做一个讨论 因为他们是幕僚嘛 那可是检察官 不是就分开这个询问了 罗志强跟江英文化 就问到这一题说 那总统是说他告诉你们 是找你们来讨论 内阁改组的事情 问他们有没有 两个人都说没有 也就是说其实 有一点像是托词 也就是说 被逮到了之后 总统才说没有 我可能是因为要讨论人士 可是你在当时的确不是因为 我要内阁改组 所以找他们来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是说 在黄世民给总统的报告当中 后面的确有写着 后续还有侦查行为 你说在哪里 对不起 在他第一天给总统的报告 给总统看那个报告 对然后总统不是还用红笔画线 然后总统觉得那个报告 还不够那么详细 所以叫黄世民说 那你隔天晚上再来 再来 对那所以那个报告里面 就告诉总统说 这个案件其实还有 后续的侦查的行为 就表示说这个案子 其实并没有结束 所以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看到了之后 你知道他没结束 然后你就赶快去跟人家讲 你应该当时就说 这个还没有结束 你赶快把它办完 办完了再说吧 我想再请淑卫回应一下 因为刚才包括时期跟 陈武兄都有做一些 有关您内容的回应 您再做一些补充 是 我想刚刚大家还是有一个争议点 一直去强调说 马总统有把里面的 所有通联记录 然后什么林秀涛检察官 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私事 都告诉了罗志强跟 江一晃 但是我看了 两份高院的新闻稿内容 里面都写的差不多 尤其是昨天有罪的 那一份判决权问里面写到说 为什么他这个判罪比较轻微 他说因为被告所为 仅概略续 概梗带药 且方氏续出于口头转述 所以他侵害的法医 比黄世民泄露的要低 所以也就是说 从这里去看说 马英九并没有像刚刚所说的 把所有的专案报告里面的内容 监听内容 什么个人隐私 全部都去告诉了 江一华跟罗志强 他只是告诉了 江一华跟罗志强说 现在有一个国会委员 去官说了我们的法务部长 这个你说在一般人的常态的认知 算不算严重 当然严重 民众想不想知道 当然想知道啊 今天一直去讲说 马英九泄密 马英九泄密 其实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 OK 他泄的密是什么密 他泄的密是一个国会委员 去官说了司法部长 那官说这件事 如果泄密成真的话 那官说的事情就是属实了 要不然泄什么密呢 那边只是八卦 只是谣言而已嘛 只是说毁谤而已嘛 那可是现在说的是泄密 代表说 官说的事情是属实的 请问一下 我们的社会真的能够接受 这种标准吗 立法委员官说法务部长 没有人在探讨 没有人在关心你违反了什么法律 这应该是两条路嘛 官说如果有问题 那就去办官说嘛 那泄密是讲说 他泄漏这些个资嘛 那这些个资在两份的 高院的新闻稿里面 不管是判有罪或无罪 都讲了嘛 马英九他没有去泄漏这些 所谓的个资 把那一份完整的专案报告 交出去 他没有嘛 他用昨天那一份 都已经是有罪的判决 他都说他是口头概略的 去讲一个钙梗大药 口头转述 所以刚刚前提是说 他泄漏了这些 违反了个人的隐私 人格权等等等等的 如果他只讲了这件事情 有这个事情发生的 他跟行政院长说 你的法务部长被关说了 这样子到底有没有符合 刚刚前面所说的 他侵害了人格权 侵害了个资等等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用通保法去处理 是不是又是属于不对的情况呢 刚才淑谓这个说法 您的评论是哪 譬如说 我的部长 叫他死了过 我不能就这个部分 去沟通一下吗 请我的院长 再做一些细部的理解吗 这个过程难道就是泄漏个资吗 如果我到淑谓的背后 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说 那么国家的所谓公平的政治 透明的政治 难道就因为这个个资的保护 要变成陪葬品牺牲品吗 您通知看法吗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如果我们今天认为法治国的一个 这样的精神落实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那么我觉得 我们就依法了 上面我们来行事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个人觉得像 像马前副总统 目前涉及到这个谢蜜案 那么当然就是后来之后 他是判四个月 我认为在刑事政策 这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 他是有瑕疵有问题的 那当然他还可以再上诉 但我现在觉得一个问题就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法律没规范 刚才前面马前总他那时候接触媒体访问 假装他认为他总统权力不应该受限到这种情况 不对 在一个民主自由国家里面 总统要被受限 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所谓的过去的专制跟帝国 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另外的话在哪里呢 就是说当然前面大家都很清楚就把它解释出来 为什么这一次的一个逆转判四个月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包括那个院方的考量是什么 还有包括当然就是 当然我觉得马前总统这边的话 他们这边有一些讲法 那我觉得是这样 很多的行为上面 当你开始的时候要适可而止 当你过当的时候那就是违法 OK 这么要来讲 我举个例子 像刚刚前面有提到一个 一个那个所谓的那个监听法那个问题 是 我自己个人就是一个被害人 我以前也讲过一个状况 就是在监听法实施的第二天的时候我被监听 我被监听 监听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连续写了两个调查局三处的案子 就是所谓的政治争访案子 就匪迪案 写到调查局很难不被监听吧 调查局 我写这两个案子基本上来讲 这两个案子一个是迟迟不办 另外一个是违法监听 OK 因为当时有一个专案 它是违法监听案 就是连续监听了大概将近三年 听了大概2687卷的那个录音带 结果呢 没有抓到任何一个所谓的违法事项 仍然持续有没有签发监听票 我当时在写这条新闻 写完之后 我觉得是这个新闻惹毛了调查局 惹毛了国安局了这样 结果后来之后被监听的时候 当时是什么 是什么情况 是当时有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调查局的一个长官 他跑来提醒我 他跟我讲说 校长你以后讲电话稍微小心一点 每次在电话里面口无遮拦 我听到这四个字口无遮拦 我想突然间 惊觉到不对 不对是什么呢 就是我有可能被监听 所以那时候我都跑到高检署的那个官长室那边 就是书记官长 是 我刚才开玩笑乱打屁 说那个监听法昨天过了有没有 我就有没有被人家监听 说你不可能 记者怎么有没有人敢监听你 我说那我们试一下看看好不好 就没想到一print出来之后一看到 毒品案 然后我居然是关系人小马 然后最好笑的是我的室内电话 上面还写在那边 我还有另外一只手机电话 也在里面被挂 我一看完之后脸都歪掉 就那个书记官长脸比我更臭 他说怎么会这样 这确定你家吗 这开什么玩笑 我现在都在可以用你办公室打到我家去这样子 然后我就把它撕下来之后 拉了官长 我们到去见那个当时的检察长 吴英昭 吴检察长 我刚才讲的你跟我看看 什么状况 我的电话 我的视话 全部被监听 而且是毒品案 我也没吸过毒 要不然我现在咽尿也可以 这样 结果那个 你知道那个怎么样呢 结果那个 当时的那个检察长说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误会 我说不可能是误会嘛 结果后来到时候把那个什么 那个高点署的那个签发的那个检察官叫过来 臭骂了一顿 你知道那个检察官讲什么 他说我不晓得调查局会干这种事情 他们送来的这个的话 我从来也没有那个 去了解过说他有没有可能会违法 你就事实违法嘛 但为什么呢 其实就一个状况 你认为你要抓这个所谓的调查局里面的泄密案 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个案子都还在进行中 你要抓他们的泄密者 结果你监听到我这边来 你觉得这个行为对不对 当然不对 如果那个时候我有 如果那个时候我只好跟女朋友在谈谈 在谈情说爱 讲一些很私密的话 那不是整个全世界都知道吗 如果说今天有人讲说 我跟你讲 昨天我跟这个记者胡孝成 他跟他女朋友讲 哇好露骨哦 这样子翻云覆雨哦 然后他跟旁边讲 你开什么玩笑 我觉得你今天健烈欣喜 我觉得今天目前为止 黄世民也好 或者是马前总统也好 就在于拜在哪里 健烈欣喜这四个字上面 如果今天黄世民 今天你今天当然没有错 当时的特征组 有他的一个所谓的法律上面的一个规范 还有他的一个制度的可循 你黄世民第一个人去跑去跟总统 在报告这个事情 是不是健烈欣喜搞 然后你再让马前总再回来找他的那个幕僚 行政院长告诉他 你不觉得这个流程是怪怪的吗 怪怪的 你总长上面还有法务部长 你法务部长上面还有行政院长 要不然就整个修法 你把整个组织法全部修掉 可是法务部长就是被关说的 他总共被找关说来说 有人告诉我你被关说了 你要怎么处理 你要怎么解释 那还有行政院长 他刚才是找行政院 所以他找了行政院 没有 他是先去找总统 然后再回贯回来的 这个流程是这个样走的 这走法是有点问题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讲说 台湾是个法治国 如果我们都认为这是法治国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按照法治的一个 整个流程跟一个程序上来走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些行为不要过头 我不认为今天 马前总统 那个时候 去把这个东西所涉及 什么样的所设置的东西 他有所谓的故意性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 我觉得他要去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有没有 总统应该要被限制的 要被限权的 如果没办法限权的话 那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是 OK 就像那个陈前总统 当初国务记要费里面 也有他的律师辩误台 我记得顾律雄 顾大律师 援引所谓国家元首的行政机密特权 但某些部分适用 但是有些部分还是真的不适用 我们先进一段VCR 再回来做补充 对不起 对 还是我什么都不做 上床睡大觉 依照起诉出的思维逻辑 任何官员涉及不乏 总统都不能过问 也不能处理 对不起 就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都不做 上床睡大觉 依照起诉书的思维逻辑 任何官员涉及不法 总统都不能过问 也不能处理 否则就是构成泄密或教唆泄密 好 回到现场 今天讨论非常的有意思 OK 我这边有个手板 这是一个国外卖帽子的一个公司的广告 不戴帽子的话看起来像不像希特勒 戴上帽子之后看起来像不像卓别 我用这个广告我要提醒 台湾在这议题上正反两面的意见 不同意见的朋友们 重点不在有没有戴这个帽子 而是说这顶帽子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如果一旦我们错误用了某个概念 可能变成希特勒还是要卓别你 这个关键的选择就是我们要选择戴哪一顶帽子 这顶帽子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帽子 还是国家司法体系公正性的帽子 存乎我们以后更多的理性去做一个真正最后的选择 OK我这边一个不能算手板 因为今天找刚刚一个群组里面的朋友念给我听的 我字体很缭乱大家不要计较 我可能我把它念一遍 这是2008年3月22号 马总统当选之后 在他的这个竞选总部那天 他的现场的一个演说 他念给我听我把它自念出来 说我认为 我认为请听人民的声音 尊重在野党籍媒体 不干预宪法上独立机关的运作 以及扶持社会中间的力量 是推动阳光政治 以及维持多元制衡 以及让台湾继续在民主大道上 前进的重要力量 我保证上任后 一定身体力行 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 包括陈前总统 蔡总统都有讲过 但是讲不是重要 是在你的每一天行使你的权力过程当中 都不要忘记这句话 这句话不是你讲给你自己听的 是对这些无权无私的小老百姓 这句话必须彻底的兑现 就像刘简讲的 对有权力者 我当然用电子显微镜检验 包括蔡总统要每天我也嫌他 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但对我们无助的小老百姓 我当然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来检验你 特别是包括黄前总长 你的在法律体系上的地位 你的专业素养 怎么会犯这个错误呢 马前总统何尝又不是呢 OK这个副总统你有补充请说 对我要再强调一下 这个案子跟一般国家元首 如果他有遇到国家政治风暴的时候 他要找他的行政单位 的内阁成员来商讨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不要忘记本案不一样 这件案子是在刑事侦查当中 还没有结案 是特征组正在侦办刑事案件 包含办了陈融合的案件 包含也包含了柯建明的案件 甚至怀疑林秀涛检察官的案件 是案件正在侦查进行当中 对于一个侦查进行当中的刑事案件 你可以让你的检察首长 去向总统报告吗 你再拿总统再来说 因为总长跟我报告 所以我要找内阁成员来商讨吗 不可以 所以这为什么当初 我们的检察官去告 起诉我们的检察总长 我那时候看了也觉得说 哎呀我心想说 怎么会不成功这样 没有办法 对 我们必须告诉大家讲 你错了 是 你心中没有恶意 但是台湾的刑法 是处罚做错事的人 因为你这个错误 就侵害别人的法医 你心中没藏身 没有别人的法医 所以我们要告诉你 而且机密的行政特权 你可以看627大王会一解释 585都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消极防御权 你怎么会变成 积极主动的过动而 见练欣喜的去打架了 消极防御 消极防御跟积极攻击 这两个概念是怎么样 你再说明一下 你利用资讯去打人 这叫积极 对 积极打人 OK 你如果今天是 我不透露 我知道的资讯 我不对外讲 这个才叫做行政特权的 基本目的 也不是拿这个行政特权去扩权 而是公权力 对公权力有利的要限缩解释 对天赋人权有利要扩大解释 在571号大法官以来的解释 都告诉我们 这是我们宪法基本原则 所以才有人权两公约的签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此 所以刚刚孝成说得非常好 就是之所先后 所以你看没有 物有忠实 对不对 有本末 他不是告诉你有本末 今天我们看到 总统说的话是本末 不对 我不是说之所本末 是之所先后 你没有按照先后 则尽道义 你没有按照先后的次序来 你没有按照法治精神 应该走的顺序 那叫程序正义 没有程序正义 何来实体正义 何来人格正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不认为他是被利用而已 他是甘心被利用 所以因为他有可避免性 所以这种状态 而且总统至尊 你的行使权力不是媒体 你不需要向媒体的人 或者是向人民告知 因为你的洞见官章 你随时都可以让人民知道 你下一步的正确决定 所以你应该准备好 所有的东西 而且你所说的梗概 已经将林秀涛 等等的这一些侦查内容 予以告知 这都已经是触犯了 司法跟行政的权力制衡 跟实质分立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本案就算你有误性 但你有可避免性 所以不能因不知法律 而免除刑事责任 最多得案期情节减轻其刑 所以本案可以驳承 不可无罪 这就是我们的 可以驳承 但不能无罪 也就是说 我同意你有一定的权力 可以扩权 向耐神 不进议会 我同意你可以驳承 那不可无罪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变成义务违背性 虽然你有地方自治权 可以有一定的权限 但如果你变成义务违背性时 仍然要用公务员来办 所以这就是耐神 最后也在这里摔一跤 所以我当时我看到他的态度 是毫无悔意 完全没有倒带 OK 所以没有倒带 你是急着把那个袋子剪断 倒带是彻底忏悔的前提 OK 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政治人物 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是 书卫 这个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篇这个 我们今天问的叫韦翰 韦翰过去跑 马前总统新闻跑了很久 我想他是相当非常了解 马前总统思维的一个 新闻工作者 他过去有一篇投书 叫做马英九有罪 他中间把他采访说 几点几分 谁总长去见他什么时候 后来他又交代 又说去见了黄世民等等 他会很聊 就写得很清楚 他后面的结语 我跟大家 因为我们分享 他说在马英九眼中 他是一个有权介入 可以合法听取 所谓简报的当事人 他可以知道 也可以让该知道的人知道 姜仪化跟罗志强 是他所认为应该知道的人 所以就告诉了他们 还叫黄世民 你也去向他们报告 然而马英九却忽略了 他是总统 但姜仪化不是 罗志强更不是 就算当晚是黄世民 见烈欣喜 主动到官邸求见 听完报告之后的总统 也该不动声色 将总长低调请回 一切一切就当没发生过 他也从未听过什么 所以马英九 你有罪了 OK 他把机密告诉了姜仪化 跟罗志强 所以有罪 他叫黄世民 另外进政院报告 所以有罪 其实马英九 当时应该按兵不动 等到特征组如火如荼的侦办之后 再去烦恼撤换曾永夫 再去烦恼协调两院 再去烦恼处理不名誉的党员 都还来得及 但偏偏那个时候的马英九 很坚持 坚持要与官说的国会议长 分道扬镳 说是恶官说 急功好义也好 或是遇政敌 分外眼红也罢 马英九的急躁用兵 坏了整盘旗 想扳倒该扳倒的人 没被扳倒 反落到自己卸任之后 平跑法院官司缠身 这是伟翰的一个评论 你的回应是怎么样 我想我们今天还是 依法论法 还有总统在 宪法 或是在我们国民 对他的期待 他的至高点应该是什么 请问一下 总统要不要维持 司法的公正性 一定要 总统要不要维持 司法机关的独立运作性 一定要 请问今天有一个 国会议员 柯建民 他仗势了他自己的身份 请托了立法院长 去跟法务部长 官说说不要上诉 有没有违反了 司法的公正性 当然有 有没有侵犯了 司法独立的行使性 当然有 身为一个总统 他在这种危害出现的时候 他需不需要出面来介入 他是总统 宪法赋予他 他要负担国内的 一切的政治责任 所有的大小事 国家利益 他都需要负责任 人民也给他这样的期待 所以刚刚一直说 总统泄密是在妨碍司法公正 是在侵入司法机关的独立运作 请问一下 一个民意代表 去官说司法 影响司法公正性比较大 还是总统把这件事揭露 影响司法比较大 这是我觉得 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 不断地在讲说 什么各自的泄露 各自的泄露 我刚刚已经讲了 包括高院里面都已经很明白的讲了说 总统并没有泄露 所谓的并未将相关秘密资料公开 所以一直去通宝法去 我觉得这是硬找一个罪 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因为在身为一个总统的责任上面 他尽到了他的责任 他就是要避免妨碍司法公正的事情发生 他就是要维持司法独立的机关的运作 所以他去揭露这件事 然后刚刚说他应该知道了 默默听着 然后让特征址继续办 为什么当时黄检察长会来跟总统报告 我想我当然不能去揣测 像大家一直去揣测他的心态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揣测的话 他会不会认为说 这个涉及立法院长 对不对 涉及立法院长 我去跟行政院长讲也没落实 立法院在某一个程度 他还监督行政院 那我只好再跟立法院行政院 在上面的总统报告 这种心态也是很能理解的 不断的去讲说他是见列欣喜 他是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也都是揣测 我也可以揣测 他是不知道怎么办 涉及了立法院长 对不对 法务部长 每一个都是我上司 我怎么办 我在行政院长也管不到王金平 怎么办 那跟总统报告 看这件事怎么处理比较好 这种东西都是人之常态 也是公务伦理里面正常的作为 所以我觉得刚刚大家一方面又说要依法 一方面又不断的用揣测的方式去说 他的心态就是见列欣喜 他的心态就是要打击政敌 其实我都听不太出来 大家到底是依法还是依政治 在讲这件事 芷琪能补充 请说 我要补充就是竹惠的这个质疑 就是我们可以听得到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质疑 说那为什么官说的人可以没事 官说这一个部分跟 有没有马总统有没有泄密 我觉得那是两条路 也就是说两边有问题 两边都必须去处理 所以官说这件事情不对 那是不是他真的有官说 官说的真相到底是如何 这个案子就去处理嘛 那马总统泄密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法律面 不管是在一审或是二审 其实法官的见解都大致一致 马总统其实也知道 所以他才在讲说 宪法官司的层次嘛 那讲到宪法层次的愿记调解 这个我就超有意见了 为什么 因为我记得当时陈水扁 他曾经开过一次愿记协调会 而且那时候我在联合晚报 我还发过这个独家 还领了一小笔钱 然后呢 那是大家之前都没听过 什么东西叫愿记协调 对然后结果总统就开了 那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行政院那个时候 突然间说我们要停建核四 那因为他一停建核四 就造成了立法院 那时候是国民党多数 整个大翻 然后呢 立法院就对行政院所有的案子 通通都 Bagger 让你施政无法顺利 这的确会造成 院的职权无法推展 所以这个时候总统跑出来了 啊这个核四庭建怎样怎样怎样 我们看看要怎么样处理 这个东西叫做愿记协调 那可是如果是说 呃好有人关说这件事情 然后说啊我要来愿记协调 这看不出来对于行政院的职权上面 有什么无法推展 或者是立法院的职权上面 他无法推展 看不出来有两边有要互相打架的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如果要打宪法官司 我觉得也有一点困难 因为你怎么说服说 这个造成院跟院之间的汉格 使得你国家施政无法推动 这个也放太大了 孝陈 刚才淑慧其实他也讲了 一大部分我们老百姓的信任 说法律之外不乎人情嘛 人情议题怎么运作呢 比如刚才讲说 比如说这个 我们的法务部长被人家官说了 我都不处理 那我不处理 难道让我们的法务系统 被一个不当的官说 反而去影响人民对他的公正性的期待吗 我不应该有作为吗 在良善的动机 你都不可以有犯罪故意 而且犯罪故意包含不确定的故意 也就是纵然可人违法 你也在所不惜 等于放任务所谓的态度 我挑战你 你说不得有犯罪的故意 情有可原 法所不容 我帮淑慧讲一句话 我们也没有在马前总统心里面 装个真听器 说你有犯罪故意 我说没有 我真的想捍卫国家司法体系的独立 我现在很希望做的就是要有陪审次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合乎常诚常情常理 常规的常人 所以我看到了马总统在做超人 所以那裤外穿 所以我们要做是常人思维 所以这都是推论 所以这都是 我继续讲完 这都是推论 推论不是推测 所以间接证据可以当证据 否则每一个间接证据 所以被害人都杀光 没有直接证据 全部要判无罪 所以这时候陪审次就要告诉我们 哪些叫做人思无常的常 五个常 找五个常 以及哪些是非常 变成推测 所以在中间要有个平衡 当然我们知道 岳飞已读不回十二次的犯行 你不可以说他变成模反 因为过度推论 所以就变推测 所以这就是勤快跪在那里 虽然你够勤快 但是你也不可以把它害死 这就是中间的界限要清楚 先回一下 刚刚刘检所谓的说 再善良的动机都不能够有犯罪的故意 所以犯罪故意今天就是指说 他有泄密的故意吗 因为今天他是以泄密罪被定罪 他有泄密的故意吗 他是为了泄密而泄密吗 他是为了去泄露 什么柯建明的通联 或什么 当然不是 而且他今天所讲的对象 真的无关吗 今天高等法院是说 因为他讲的对象是两个无关的人 江一华跟罗志强是无关的人 真的无关吗 一个叫行政院长 被关说的是法务部长 他是行政院是百官之首 他的部署部位首长被关说 他怎么会无关呢 一个是总统府的幕僚主管 他怎么会无关呢 如果今天就法论法 就这个判决来论这个判决 他是说他泄露给这个 依职权不应该知悉的两个人 但依职权我们就认为他应该知悉 他怎么会不知悉呢 他今天如果说 如果这是一个侦查中的个案 他就不能知悉 所以他今天当然要 还是一样 他要让行政院长说 你的部署被关说了 这个东西跟侦查不公开 是没有关系 所以您认为总统跟院长讲说 你的部署被关说 是一个行政上的预防性管理 我认为是啊 而不是说介入 所以今天即使是 会不会这样 那副总统您补充 不是这样解释 凡事到依法而行政 你总统你当然如果知道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走行政体系 如果我们今天司法体系 有妨碍司法公正罪 那你就送检方 检方侦办司法公正罪 今天没有司法公正罪 目前我们没有这条罪 司法公正罪 所以我们只能走行政 乘处这条路 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法务部长 你要受监察院弹劾 可以 检察首长 高检署检察长 那你可以走检评会 走行政程序 也还是可以的 所以相关的你就是送行政程序 如果今天这样的案子成立之后 以后刑事中侦查的案件 是不是所有的检察首长 都可以向我们的中堂报告 OK 所以我刚才听了 最近我们节目常常讲一句话说 打击魔鬼 自己不能也变成魔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法治社会的一个价值观 这个马英九官司人生 这个标题下的蛮可爱的 世大官司事件部 国民党三中党产案 大巨蛋土地远雄案 国法院土地交易案 富邦并北市营案 我看这官司一个比一个难打 孝成你怎么看这些官司的背后 有没有哪些政治讯息 我们不能忽略 我真的觉得台湾最需要一个 所谓在司法上面的一个大改革 跟大改造 尤其这种所谓的烂述的这种状态 特别的严重 因为现在变成就是 你今天如果有夕院的话 因为法院的情况就是 你有告有理嘛 不告不理 那结果你就看这几个案子 有多少是自己 地人署自己所 简单官做了整版 我们可以看到说 有很多基本上都是说 民众我今天举发一下 然后呢 弄了一个好像跟真的一样 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样 最后都不了了之 我跟你讲 说实话 你去国外看很多国家 你今天这样的乱告 告诉你到最后 你会真的很靠北 OK 反告回来 不要讲反告 国家甚至帮人 帮你在追讨 就是说那个 你告的那个人 搞半天也在乱 因为有些告的时候 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 目前台湾在这个地方 看似自由 可能很奇怪 我觉得整个体制 全部都要改掉 所以 全部都要完全翻转 通通于说 这些卸任的总统 像马总统 也变成台湾政治的一个 标签犯的牺牲品 这拿的马英雄 把你打起来 就很多怪案子产生 但是该办的 该给老百姓 一个所谓司法 透明公正调查的结果 我们还是期待 或者这个情况 不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来讲 基本 我们现在目前台湾 整个社会已经进步到这 我觉得可以把司法 跟政治问题 这个语言 通通给它分离 上面来看 这样会比较正常一点 要不然的话 我们什么事情 举凡全部都从政治的观点 或者犯政治的角度 上面去思考的话 我真的觉得有没有 大家会发疯 为什么呢 你正常的东西 是与非 黑与白 大家都搞不清楚 每个大家都动不动 政治迫害 我非常讨厌政治迫害 我非常讨厌政治迫害 这四个字 我以前跑司法 跑司法的时候 我超级讨厌 不管今天是蓝的或绿的 你只要扯到这四个字 我一定吐你口水 OK 我们今天时间剩20秒 我就不麻烦各位做结论了 开个小玩笑的Durex 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保险套 他们的公司 开过他们玩笑说 杜蕾斯 杜蕾斯这家做保险套公司 破产的不是悲剧 但杜蕾斯破了才是悲剧 个人被法律裁处不是重点 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公正性 绝对不能有破洞 我最后跟马前总统分享一个 我对他的观察 这听说这是马前总统家里 他们的家训 说黄金非宝书为宝 万事皆空善不空 我觉得我长期观察马总统 马前总统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但是这句话 或许跟马总统做一个分享 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 最能够试得善良 也最能够珍视那个善良 因为这个善良 是普遍老百姓期待的 弱势者的善良 你们都有权有势 你们的权利 就是在实践弱势者的善良 这个世界里面 真正弱势的是谁 请马前总统 三思再三思 我是一篇银庭 是我家刘铅县 免疫同事件云端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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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